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今天這盤棋呢是要做一段對局的講解 那因為之前有棋友說建議可以做這樣的節目 比較適合一些極位以及低段的棋友來觀賞 好那麼這盤棋呢我是拿白的 對方一開始先下一個中國流 那我掛腳的時候呢他來掛這個之後飛進去 喔這邊就直接脫先了 這邊直接脫先的下法呢其實 比較少見一點一般通常會在這邊硬 黑棋可能會跳一個算是比較正常的 那他如果說脫先的話呢我可能來這邊進行雙掛 那雙掛的時候他靠這個也是還蠻正常 那我幫他藏起來的時候我就點腳 脫或者藏這都是有可能的 那這時候我是覺得點腳比較好一點 點腳他如果說虎的話呢我就爬過去他吃這個 那這樣子的話等於說我可以去把他中國流的模樣進行破壞 那如果說他擋這邊呢我就爬回來 他挖黏之後呢我就虎這個 然後這樣子就即將走成我剛剛說的奇形 他挖黏那我就虎這個 這也是定時的一型不過局部來說算是黑棋燒虧 他搬這個一般來說是比較少的一般通常黑棋會貼一下 他是想搬黏還是什麼 他如果是搬黏的話那我就從這邊貼過去 這樣子的話我這邊的發展明顯比他這邊還要來的大 他現在搬這個我是覺得這一手奇異有一點點過分 因為我往這邊一段的話呢 他可能只能叫吃 因為如果說他不叫吃這邊被我藏一個這邊就被我關進去了 那被我關進去顯然就死了 所以他只有叫吃那我就跟著藏 那跟著藏的時候這時候再接著藏 這時候他這一顆子就必須救了 不救的話被我爭死了 那他必須救的時候這時候我拐下去 這樣子顯然黑棋的奇形呢是顯得非常局促的 這個黑棋奇形比較局促一點 他這個搬感覺有一點過分 不過我直接斷好像不成立 我要是直接斷的話他叫吃一個一貼 這個白棋應該是攻殺不行的 所以說我外面搬一個就好了 他這可能只能虎一個 可能只能虎一個 他是用長的 這個長的話棋型來講也不是很好 我往這邊一貼的話這裡還得補 不補的話被我一斷好像黑棋就死掉了 他這個裡面還必須補 所以說這個長還不如虎 他用搬一個 搬一個也可以 搬一個我不能直接斷 那我就把他這個 給他搬下去 這樣子可以發現黑棋這顆子 已經有點受傷了 他用虎的 用虎的也差不多 我就叫吃一下接住 這樣子我們可以發現黑棋 黑棋這個 本來的中國的陣勢已經被白棋順利打穿了 那黑棋這一手斷明顯又是一個隨手棋 因為看起來好像黑棋爭執有力 但是其實白棋可以門封他 所以說這種隨手棋呢一定是一些 棋友呢必須去避免掉的 像這種隨手棋一下出來呢那 接下來黑棋顯然就會比較慘一點 這個這一手棋明顯就虧很多 因為他剛剛如果說藏在這邊的話 我這個斷點還是必須得補 他現在這手斑我也是有一點看不懂 因為這塊棋明顯是一個火棋啊 那這個斑當然肯定是後手 完全沒有必要在這邊走 他可能以為裡面有棋啦 不過比方說我貼一個他就簡單接住 這裡面肯定是沒有棋的 那現在這邊我覺得跳一個會比較大一點 跳個一方面呢也是在稍微攻擊一下他這顆 這兩顆棋子 那一方面也可以繼續擴張我的下面 那這兩顆棋子 他可能還得繼續往前面跳吧 他現在往這邊一長 那這個我得補 這個我就直接吃住 他現在可以往這邊點一個利用一下 通常這種點應該 在80%以上的情況是不太會虧的 那他現在往前面一跳的話 我是覺得這邊我不需要再走了 暫時先不走好了 因為我比較想要 打路這邊 不過其實也不一定 因為打路的話可能會讓局勢變得比較混亂 我不如夾這個好了 我夾這個意思就是說我下一步這邊有個後門嗎 那如果說他想要來阻斷我的話呢 我簡單一個飛進去 哇這個飛進去他顯然 這三個子就很難跑了 這裡面也沒幾棋啊 所以說這手阻斷來說我覺得又是一手隨手棋 那這個他這一拖的意思就是說我如果搬這個他就要斷上去 那樣子攻殺就挺搞不清了 但是我們就直接簡單的長就好 他可能多爬幾個可以活啦 但是等他爬火了就發現他這個小木也跟著受傷了 所以說黑棋這樣子的手段是非常不可取的 這個是大家必須要避免下這樣的棋 他這樣子下 那其實黑棋真的生不如死 這樣子走完這個小木都 都被白棋給吃回去了 那樣子還不如前面這個山子就直接棄掉 這樣子黑棋在這邊一二路混合爬行 這是非常不好的行為 現在他還只有接這個 如果說吃這邊的話那我斷一個吃 那這邊又全死了 好那這個又被我打死 而且這個也沒有爭執問題 他跑跑跑的話我可以直接簡單打死他 哇還往這邊斷一個 這個斷也是 也是沒有什麼好的 這肯定也沒有什麼好的 他都是在一二路下 這個一二路一般來說就是 所謂的死亡線還是什麼的 總之就是 在任何時候都盡量避免去下這種一二路的棋 除非說是你已經要在收小關階段了 才有可能去下這種一二路的收關 那現在這個打了度過 顯然也是非常的小 那我現在呢 從中間大跳過來 一方面也是繼續攻擊這三顆棋子 好那麼對方衝這個他意思顯然是要衝斷來攻擊我 喔他他是要衝斷來攻擊我 那我是覺得我就簡單打兩下打了貼貼 打了貼幾下 然後要不要再接著貼 嗯 還有我就直接聯絡一個 像我這邊教師有一個先手 所以說我是 聯絡上面來講應該是沒有問題 我先把它打掉好了 打掉之後簡單的聯絡一下 他如果貼我就順勢一壺 這個聯絡來講應該是ok的 因為他這邊其實自己也還沒有聯好嗎 他等一下總是還得再補一手 我就簡單的把它連上 那通常在下棋的時候 我們走完一個局部之後 我們就要稍微做一下形式判斷 就是說判斷剛剛那個局部 我們是虧的還是賺的 然後也要去做全盤的後保以及目數的判斷 像如果說我可以預設等一下我這邊基本上是連上的嗎 那我們稍微做一下後保判斷 全盤呢來講如果等一下這邊連住之後 其實全盤白起是沒有任何姑奇的 那黑起來講這邊有一塊很薄的起 這個算是姑奇 那後保來講其實白起是還ok的 那木數來說呢白起這邊有大概10木 然後這邊有一些虛木 不過這個木數比較難點 各處的木數都比較虛 那但是黑起的木數也很少 他這邊大概10木 然後20 黑起全盤木數也不多 所以說木數跟後保來講白起都是不落後的 那接下來他這個段我是覺得好像是有一點過分 我就叫吃一貼好了 這邊就是比較需要一些計算了 所以說這方面可能也很難去講解什麼東西 因為計算的東西就是自己要練 叫吃一貼著黑起 因為他這四顆子總是還沒連回去嘛 我等一下隨便拉出來他 就是要掛了 所以說 所以說我就先在這邊下兩步 看看他是怎麼處理 其實我剛說白起木數都比較虛 但是其實白起在藉由攻擊這三顆棋子的過程當中 肯定是可以收穫到非常多的木數 就是說他跟著跑的話可能白起下面這塊 基本上都可以圍得住 他現在是拐一個 他這邊有個雙叫吃啊 不過我們就先把這四顆吃住好了 這邊雖然說 他是要斷這個 斷這個我就接吧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我是覺得他肯定吃不住我 這好像走哪都行吧 這個搬好像不太行 搬都要變一場 這邊這邊要被打死 那我們就打吃了衝出來吧 打吃衝出來 這裡面應該也沒有什麼氣吧 斷我接 他主要裡面氣還是不夠 裡面的氣也是不夠 他這一跑 他這一跑有 是什麼意思我先把這個打死 先把這打死這邊 長的話我就提掉他1234 有四氣那裡面他只有 他裡面是三口氣 這一跑是什麼意思 這不是被我爭死 他裡面也藏不住氣嗎 他碰的時候我可以衝這個 所以說裡面就是只有三口氣 那我外面呢有四口氣 基本上這攻殺是黑騎不行 那這個跑顯然又是隨手 這個被我打吃直接爭止把它爭死了 所以我下到這邊黑騎應該是局部已經 已經已經有點崩潰了 這黑騎應該是很難收藏 那這個我相信應該也不需要做什麼形式判斷了 因為如果說他這邊全死的話 那基本上就大概勝負一定 這邊靠一個 靠一個 靠一個 靠一個我簡單拔掉 簡單拔掉算了 這邊再檢查一下有沒有什麼氣 不過反正他下這個了那我們就 老老實實的把它補住 補在這邊好像稍微差一點 他這邊有個斑 斑的時候我接不上 被他打吃一沾 補在這邊好像 那他還是投降了 這個其實從這個投降的時機來看 他現在就知道投降肯定是他本身騎力應該還可以 不然有的騎偶可能就會 想要繼續一直下之類的 好吧那我們稍微簡單的覆盤一下 這般騎前面一開始 對方下的也還算可以 那這個局部的定時來說 一般 這個定時大家已經有定論說這個 這個局部是黑騎稍微虧損的 那他這時候可能還得補一個 不然等下白騎拆個2 甚至黑騎自己都有點 要受攻 也許他要補一個 這局部其實是黑騎稍虧 那這個斑一下 他這個斑年應該也不太好 還是應該來貼這個 那我這個被我貼到呢 白騎的 下面顯然是非常寬廣 那這個斑也是有點無力 這個被我斷上去 他如果說簡單的往前再長的話呢 白騎可能會飛起來 那這個顯然是白騎的發展 會比黑騎的發展還要來的大得多 而且甚至於 這顆白騎將來都還蠻有活動力的 比方說將來就隨便要尖衝過來一跳 那這個其實 黑騎都有點難受的 那如果說你還要再補的話 那這白騎一大跳 哇這個下面的正式顯然是太大了 所以說這個就是前面黑騎沒有貼以下的壞處 那這個斑是意圖要把頭給扭過去 就是說如果說我跟著斑的話 哇那這樣子他右邊好像也還蠻大的 但是問題是說他這手斑呢 有一個斷的一個明顯的缺陷 那他只能這個叫吃出來 這樣子走的話 走到這邊其實黑騎的騎型就已經蠻差了 那他這個力應該說也是不好的 應該要用虎的 用虎的話呢 那白騎可能會 呃這個應該怎麼下呢 這個再立下去會不會 不過白騎如果是簡單的就打打了一虎應該也還行 那黑騎就立下去那白騎就再震過來之類的 不過這我只是稍微隨便擺一擺而已 總之呢就是黑騎這邊局部虎一個會好一點 那這個斑年來說呢 被白騎接住 黑騎這個中國的陣勢應該說就已經被破掉了 白騎把這個下面給貫穿掉了 那這個斷明顯又是一個隨手騎 所以說這種騎大家一定要盡量避免 他這邊明顯應該去藏起來 藏起來的話下一步這邊有一個斷 白騎就沒辦法門封了嘛 門封哇這個被衝出來了 那白騎局部真是有不利 這個應該不用看也知道是白騎真是不利 所以說這樣子走白騎就必須得補一個 那補一個的話黑騎再從這邊走過來 這樣子還有可能去稍微攻擊一下白騎 那實戰這一段被白騎吃住的話 那黑騎已經完全沒有機會再去攻擊到白騎了 那接下來這邊還好 那這個檔呢顯然又是一個隨手騎 他沒有注意到我這個直接封住就已經死掉了 那最好的下法我是覺得這兩顆騎子基本上就棄掉好了 這兩顆就不要再動了 就拖個仙可能可能還好一點 那這個拖過去硬要把這個做火也是非常不可取的 我覺得這個還是就棄掉了 他這個硬去做火的話呢肯定是會非常虧損的 像他這個整個小木都被我吃了 那顯然是虧非常多 那接下來後面這邊呢其實 其實後面這邊反而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主要就是他計算來說出現了明顯的失誤 這邊我是覺得他應該還是 呃必須先打一下之後再把這個救回去 這樣子黑騎可能還可能會好一點 那白騎可能就先把上面這邊給做火再說 可能就連著爬幾個 然後可能類似這樣 那白騎 這還接著爬接著爬好像黑騎有點痛 我這邊黑騎有一貼可能白騎 所以要先來補一下這邊嗎 我稍微擺一個示意圖而已 就是說黑騎叫吃之後呢 叫吃之後補在這邊會比食安好很多 那這個拐呢雖然說可以救兩顆回去 但是這個4顆被4顆奇金被白騎吃了總是不太好 那後面來說其實就 就黑騎不太行的一個戰鬥 好吧那這盤期就講解到這邊 之後我應該還會再 多拍幾局這個一段對局的講解 那可能也會多一些 比方說一集啦三集五集之類的 一集應該不用一集跟一段也差不多 可能會拍一些三集五集之類的 好吧那這盤期就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